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多的人要求打第一剂疫苗 疫苗可以明显保护患者免于进入重症监护室 谢尔多比德写道 匈牙利正在向俄瓜多尔发送15万剂阿斯乃康疫苗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表示 希望在与疫情做斗争的南美国家开展疫情疫苗接种运动 有望匈牙利为全国抗击疫情取得成功做出贡献 负责就业的国务秘书表示 从2月1日起 政府将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 如果公司雇用处境不利的工人 员工可以获得15万福龄的补贴 公司可以从周二开始申请新的支持 该计划以帮助近4万名注册求职者找到工作 政府提供210亿福龄的补贴 财政部长参考欧盟统计局数据表示 在欧盟成员国中 匈牙利在过去10年中减少了工资税 他强调 近年的减税措施还包括减少6000亿福龄的雇主税 这将使匈牙利在欧盟内的减税政策中保持第一 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将抵达匈牙利 将于3月底在城堡花园举行 基本权力组织中心主任表示 总理欧尔班维克多被邀请在活动中发言 主任强调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 把西方文明保守力量聚集在一起 展示他们可以在国际上合作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接种疫苗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